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黑泽民最后一部电影 鸟鸟西洋情 讲一部退休老教授的快乐时光 是黑泽的电影中最暖的一部 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 教室里有烟味教授告诉大家 烟瘾犯了确实很难受啊 我就是这样 每次听到上课铃 我就犯烟瘾 然后就决定抽一口吧 接着就是两口三口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迟到二三十分钟的原因 教授给大家宣布 今天是我教授生涯的最后一天 今后我要回家专心写作了 学生们十分不舍 不舍所有的教授都能叫真正的教授 也不仅教我们德文 还教我们关于做人的知识 大家起身向教授表示尊敬 东京1943年 教授搬进了一栋租金较为廉价的房子 为了专心写作 教授不想被打扰 专门写了字条在门上 每个一号和十五号为探访日 其他时间一概拒绝来访 这栋房子在教授搬来之前已经控制很久 听说以前经常遭到小偷的光顾 妻子大为担心 教授则不以为然 我年幼的时候也很怕小偷 很多人教给我对付小偷的方法都不好用 实际上我有自己的方法 凌晨一点 学生们来检查一下教授的方法是什么 翻墙进去 发现侧门都没关 真是令人头疼 还说有自己的方法 等到学生侧过身一看 不禁笑出声来 只见面前赫然写着牌子 小偷入口 这种事情也只有教授干得出来 两人进屋 走廊里写着小偷通道 里面的房间是小偷休息室 还煞有其事地摆着香烟烟灰缸 就连小偷的出口都标示了清清楚楚 小偷倘若真的来了肯定会怀疑人生 教授的书房就在门厅自己坐在门口 这是为了挡住访客保卫自己的书房 不仅如此 墙上还贴着对访客说的话 若访客看了这段话 谁又想留下来呢 鼠山人提 访客常来骚扰 但我不是指你 屋主所提 访客常带来欢乐 但我不是指你 教授今天要求大家来 是因为今天是自己60岁生日 要不是亲戚送到鹿肉 自己也想不起来 吃鹿肉喝酒 好不快活 亲戚送的不过这么多人吃的 所以教授去买了马肉 去买马肉的时候 自己感到实在难堪 那时自己正站在摊贩旁边 看着他切肉 路过一匹马 这匹马很像在陆军学校的时候的马 马转过头看我 就像是在问 哟 教授 你在买什么呢 实在想挖个洞藏起来 怎么回答 告诉他我在买马肉哦 久之半憨 学生们唱起感谢诗恩的歌 教授难以真情 热泪盈眶 警报声拉起 教授的家也在空袭中被炸毁 教授后来搬到这里 一间实在狭小的小屋 坐两个人都很为难 说来这还是男爵的房子 准确地说 这是男爵家看护住的房子 那日空袭过后 教授出来找住处 遇到男爵 想要租这个小屋 男爵说随便住吧 说起来教授还是幸运的 只是有一件事让人很苦恼 总有人去前面那个墙边小便 那里写着尽纸小便的牌子 永久有人在那里小便 后来教授重新写了新的标语上去 尽纸小便 尾者则剪 下面还划上一把剪刀 战争已接近尾声 学生们准备来年为教授建设新居 在明年的摩阿托会中 从明年教授的生日会开始 生日会便以这个名字作为主题 意思就是 准备好了吗 还没呢 小孩子捉迷藏用呢 这里用在教授身上 是对生死问题的问讯 准备好了吗 教授回答 还没呢 一间小屋 两人 三餐 四季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世界 第二年教授生日会 给教授准备了一大杯啤酒 教授一饮而尽 好不开心 宴会上每个学生 每人都要对教授说一句话 有个小胖子不知道说什么 把一路来时的沿途各站站名背出来 但随着耳熟的歌谣 学生们又唱了一遍感谢诗人的歌 教授眼含热泪 带着大家又唱又跳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宴会上的人都消失了 这时这个小胖子的站名也终于被挽 关于那个人生问题 学生们给教授提前准备了葬礼 问教授准备好了吗 教授回答 还没呢 学生们为教授新建的新居已落成 按照教授的心意 还建了水池 这只大局是自己跑来的 脸皮很厚 来了就不走 教授给他取名叫罗拉 邻居的土地正在出售 买家要建三层 这样就遮挡了教授家的阳光 买家不宜不饶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邻居最终决定不卖了 反正自己还没签字 教授看在眼里 心里很不舒服 邻居的人太好了 会如此的考虑到别人 可自己不知道何以回报 学生们匆匆要走 决定帮助那个好心的邻居大叔 数日后 师母打了电话 罗拉不见了 教授总日以泪洗面 茶饭不思 说起来 罗拉丢失那天 教授在外地讲学 回来的火车上看到过罗拉 孤零零地待在黑暗中的车站 她那么小的生命 如何能在那里生存下去 师母说 罗拉丢了那天天气并不好 可罗拉只要出去 从师母的手中中托后就跑走了 后来下了大雨 雨越下越大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拯救教授 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找猫行动 引发传单 发给学生们 小孩子最受猫咪喜爱了 一定能找到的 从这之后 家里陆陆续续收到来信 电话 可确认过之后都不是罗拉 警察先生也说 可能是被偷走了 那些偷猫的人 偷猫后将猫皮卖掉 三贤勤就是有猫皮做的 又一个雨天 师母接到街上杂货店的电话 这次一定是罗拉了 杂货店店主 是自己认识很久的朋友 教授大为开心 喜极而气 还打了电话通知学生 听闻罗拉找到了 学生们 镇上的商店店主 都来到教授家表示祝贺 有的送来了毛咪最爱吃的小鱼干 有的送来了教授最爱的酒 当学生们晚上满怀期待来了教授家 发现这次还是弄错了 夕阳的余晖 洒进房间 从篱笆口 来了一只黑白相见的毛咪 师母把上午大家送的 给罗拉的小鱼干 拿给毛咪 小毛咪吃的可开心 教授也侧身看着 想要田里不长杂草 最好的就是种上庄稼 这只小黑白教授也甚为喜爱 猫咪拯救世界 教授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 又开始唱起那些古老又充满哲理的童谣 从第一次教授的生日会到现在过了17年 教授也白发苍苍 和第一次不同 这次不仅师母出席 在座的学生们也带着妻子 孩子 教授的生日会已经不只有男人了 医生悄悄把教授的大批酒杯换得越来越小 教授照旧一言而尽 这次生日会还出现了学生们的女儿 向教授献花 学生们的孙子辈给教授献上生日蛋糕 教授吹灭蜡烛对小孩子说 你们可找一些真正喜欢的东西 找一些你们能够铭记的东西 若你们找到后 你们要努力地将它铭记于心 那时若你要得到这宝藏 定要经过一番努力 若你们用心地钻研 这会成为你们的终身职业 那时你们真正的宝藏 说着把蛋糕分给孩子 宴会进行过半 教授体力不支 需要提前回家休息 这次学生们带着儿女 孙辈 共同为教授唱了一次 感谢诗人的歌 逃离不掩 下字成熙 学生在教授家看护教授 例行喝酒 聊着教授过去的故事 教授说了一声梦话 还没呢 进入梦中 教授回到了小时候 和小伙伴们捉迷藏 小伙伴站在远处喊 准备好了吗 教授在草舵群中穿行而过 还没呢 天空出现彩色云彩 那是西方的极乐世界 尾巴 这部电影是黑泽民晚年的心态 武士到什么的 不管他了 养着大举才是真的 喝酒撸猫 开心开心 故事的主角是内田百贤 日本著名作家 说著名 我们可能没听过 但是想必听过他的老师 夏姆舒什 就是那位印在钞票上的老星 还有他的师兄 借穿笼之介 内田百贤 长期在军中任职 做过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授 讲授德文 也担任过航空部长 之后还做过 中法大学的教授 电影中的故事 讲述的是 内田百贤退销后的时光 这是一位多有趣的老先生 租住的房子 以前总是招贼 他想了一招 房间侧门半开着 立着小偷入口的牌子 还有小偷通道 小偷休息室 小偷出口 小偷休息室 甚至放了香烟和烟灰缸 不管什么小偷 见到这般场景 定会怀疑人生 影片对教授的歌颂 想必肯定也包含着 黑泽的经历 他的自传里 关于回忆老师 有这么极端 关于小学老师 立川老师的回忆 从前的图画教育 可以说平平常常 教育方程要求的 不过是按照常识 要求同事物相似就可以 用平平淡淡的 画作范本 只要求忠实地模仿他 最像范本的 给最高分 但立川老师 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 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 大家拿出图画纸 和彩色铅笔 开始画起来 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了什么 已经不记得 只记得非常认真 实际地画 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 涂上色之后 还用唾液 涂抹均匀 结果手上沾满颜色 立川老师 把大家画完的画 一张一张贴在黑板上 让学生们 自有的发表观感 大家对于我的那幅画 只抱以哈哈大笑 然而立川老师 露雄于色的环视耻笑我的同学 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一番 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不记得 光是手指涂上唾液 涂抹颜色 这一点他就非常欣赏 我清楚地记得 立川老师在我的画上 用红墨水 画了很大的三个红圈 从此以后 尽管我不喜欢上学 然而 凡是上图画课这一天 我总是期待已久 急急忙忙地到学校去 一天 大概是上手工课 老师扛着一捆纸 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纸 我们看到 那是一张平面图 上面画着许多道路 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 画上房屋 喜欢什么样 就画什么样 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很认真地画起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 不仅画了自己的家 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方的树 年代久远的老树 开着画的树梨等等 这样 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 很巧妙地吸引出来 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剑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 眼睛无不闪着光彩 脸颊飞红 引以为傲地望着那条自己的剑 关于中学老师 严松老师的回忆 有一次期末考试 十个问题 全部都是我答不出来的题目 这次不是严松老师监考 我一筹莫展 也算是我的情欲之策吧 我就指以第十题 对三种神器世俗所感 信笔写了三张打卷纸 三种神器作为皇位的标志 历代天皇寄宠的三种宝物 即八尺镜 天从云见 八板情取玉 旧的历史学家 把神话传说的这三种东西 作为正史中实际存在的宝物 并复以神秘色彩 内容大致是这样 关于三种神器 我听了很多论述 但从未亲眼见过 所以谈感想 就未免差强人意了 以八尺镜来说 谁见过食物了呢 实际上东西也许是方的 也许是三角的 我只能说 我亲眼见过的东西 只相信证明确实存在的东西 等等 野松老师判完分数 发识卷的时候 大声说 这里有一份奇怪的打卷 他回答了 我出的十个题之中的一个题 可是很有趣 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独具见解的打卷 写这个答案的家伙 很有出息 给一百分 黑泽 说完 他把那卷子捅给了我 有这样两位老师 真是人生一大兴时 他把这事解放过去 结果 说 gospel